为了让偏乡的小朋友能够到台北体验都会生活 日前由立委马文君、梅河新新兴工艺平台以及高铁彰化站 日前在台湾社会工作事务发展协会 爱飞翔梦想基地举行高铁传爱 让想象台北成真、高铁赠票的仪式 高铁彰化站专员周淑娟表示 希望借由两张高铁车票成为小朋友梦想的翅膀 让小朋友能够看得更多、更远 那么也希望小小的两张高铁车票可以成为小朋友们的翅膀 带他们到台北去飞翔 让他们看得更多、看得更远 那么也希望为他们的未来可以增添一些更光明的希望 我们的孩子也希望说 就是自己也可以尽一份心力为自己筹备旅费 一方面他们也想要解决 就是最近就是可能很多的那个菜就是过剩 山上很多的菜过剩的一些问题 县议员石庆龙表示 政府的资源有限而名利无穷 也希望各界都能够针对社会弱势的就学、就业、生活等各方面 都能够多多来参与 那我们也希望因为政府的资源有限、民力无穷 我们也希望社会各角落 我们各公益善信团体 在我们的儿少、我们的青少年跟我们的老人 这些生活的照顾方面 还有一些就学、就业的协助、帮助方面 都能够多多的来这样的一个参与 县议员林方宇表示 这样有意义的活动非常值得我们来赞许 也相信对于社会善心的帮助 也会成为这些孩童成长的养料 让他们更加成长茁壮 对这些小孩子来讲 这些在他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他们会感受这些满满的爱 也希望说能有更多的公益人、公益团体 加入这个爱心列车 让更多的偏乡儿童能够受益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民力可以说是无穷 虽然说政府的力量是有限 但是我相信民间的力量是无穷 可以做得更多 也可以发起我们这个抛砖预域 让更多的爱心企业加入 副议长潘一泉 肯定台湾高铁公司 以及新兴新公益平台的善心 也期许社会大众 能够来加入关华社会弱势的行列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